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北京2022年冬奥会 一起向未来共赴冬奥之约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 这两天北京迎来了摄奥人员的入境高峰 昨天晚上美国代表团抵达北京 今天还将会有来自东京 维也纳 米兰 巴黎等城市的14个航班 近900名运动员 技术官员 以及各国奥委会的工作人员相继抵达 据介绍 未来三天每天入境的摄奥人员都将会超过千人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张家口赛区 随着国内外代表团运动员的到来 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赛场 也开始向运动员开放训练 最新的情况我们就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谢宾超 宾超你好 给我们带来越野滑雪赛场的最新情况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就是在位于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那么大家从镜头里可以看到啊 在我身后的这个越野滑雪中心的这个赛道上 有几名运动员正在这里呃训练和休息 那这也意味着整个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啊 呃对运动员开放训练了啊 那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越野滑雪比赛呢 是呃本届冬奥会将产生第一枚金牌的呃这个比赛场款 2月5号就将产生第一枚这个金牌 那本届奥运会期间呢 整个越野滑雪呢 一共有产生15枚金牌 其中12枚是越野滑雪金牌 还有三枚呢 是北欧两项的一个金牌 那说到这个越野滑雪啊 它其实被称为这个雪上的马拉松 因为在整个9.7公里的这个比赛赛道上 有三分之一的赛道呢 是上坡 有三分之一的赛道呢 是下坡 还有三分之一的呃赛道呢 是一个起伏 因此是说对于运动员的这个体力和耐力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因此像这些呃呃斯洛文尼亚 包括瑞士等很多国家的运动员 来到这个张牙口以后呢 就马上到这个场地来进行一个适应性的训练 那做好在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 那今天上午的时候 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的国家呃 已经呃的运动员已经在这里训练了 除了这些以外呃 在这个现场的现在镜头看到的呢 就是整个越野滑雪中心的一个出发区和这个到达区 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国内技术官员的团队就在安装调试这个计时计分的系统 因为按照惯例啊整个在场的这个计时计分系统要到在前的呃一一天或者两天才要这个安装调试完毕 除此之外在这个呃整个的这个看台上目前也设置了很多这个冬奥的元素呃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现场有一个回放的这个电视 这个道士比赛的时候呢是用来回放呃比赛现场的这个结果来的 应该说看的是非常的直观呃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以外呢 像今天呃开始呢整个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这个媒体运行中心呢也对记者进行开放了 这个媒体中心啊大概有200多个呃工位 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像呃澳大利亚啊包括很多的中外媒体的记者已经进入了这个呃媒体运行中心呢进行一个工作 那接下来2月5号的第一场比赛的时候的一个也建立那个媒体中心呢将举行呃第一场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进呀应该说呃在现场我们感受了越发浓厚的这个静在的这个氛围 我们也会在这里啊随时关注呃最新的比赛情况 好的 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呢就是这些 好的 感谢宾超过我们带来的越野滑雪中心的情况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关注张家口赛区 作为北京冬奥会的明星场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将会承担跳台滑雪和北欧两项的比赛 目前赛事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 具体的情况我们就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杨海玲 海玲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好的 我现在呢是站立到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也就是雪如意赛道的下方 这里呢是距离运动员的着陆点非常近的一个位置 如果大家看向雪如意它有两条赛道分别是标准台和大跳台 仔细观察目前这两条赛道有点不太一样 你看在大跳台的赛道上面会有非常明显的标记 那运动员这个工作人告诉我们这个标记在赛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基本上是从85米处开始进行标记 每个5米呢会有一条短的标记 每个10米会有贯穿赛道的长的标记 而这也是现在做的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对这个赛道来进行一个平整和设置 那这个标记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它会提醒起跳到空中的运动员 要判断自己即将着陆的一个位置 同时也提醒裁判员运动员现在已经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那上面的标记物是什么呢 就在直播之前我们拿到了 你看我手里拿的就是赛道上的标记物 实际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松树的松枝 其实设置这样的标记物也是非常讲究技巧的 首先要把它标记得非常的直 那另外呢要把它插得非常的牢固 基本上在赛前赛中赛后 工作人员都有可能对赛道来进行标记 虽然现在这个时间呢 是赛道平整工作短暂的休息时间 但是今天上午到现在 其实我们一直感受到场地非常的忙 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和冲刺的工作 另外啊在雪如意的医疗保障 78人的团队也已经全部都就绪了 整个雪如意呢是有五个医疗站 在赛道的出发起跳和着陆点分别有一个赛道的这个医疗站 那我旁边呢是距离这个着陆点最近的一个医疗站 现在人员和设备都已经到位了 你看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是就绪了 他们呢是分别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 到时候会在这儿进行一个职守对受伤的运动员来进行最及时的救治 你看这个物资包括大小的急救包还有保温毯 包括固定的一些材料已经都到位了 那就在今天上午啊 这个医疗保障团队呢还进行过一次对于重症伤员转运的一个演练 当时模拟的是一名运动员受伤之后 从这个医疗站转运到运动员的医疗站 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送上救护车 再转运到定点救治的一个医院 那这里的医疗官告诉我们不到比赛的开始前的最后一刻 这样的演练和培训就不会结束 为的是在正在的时候提供更加精准更加高效的服务保障 那你看我在学书记观察到的情况就是 现在各项的准备工作正在争分夺秒的冲刺 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交会演播室 好的 感谢海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同样是在张家口的云顶滑雪公园 将会进行冬奥会U型场地技巧项目的比赛 这也是中国在雪上的优势项目 昨天整个U型场地赛道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雪白的U型场地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通透 几位统一服装的化线员正在对持臂的情况进行摸理 比赛之前他们要在持臂上画出清晰的线条 以便于运动员们在滑行时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 在U型场地的赛场边 工作人员正在对混合采访区铺设防滑垫 寒冷天气防滑垫既柔软有弹性还防滑 是雪上赛场的必备品 为了把防滑垫铺得好看 工作人员特意用绳子来进行参照 这里就是U型场地的混合采访区 在比赛结束之后届时我将站在这里对运动员们进行一个采访 而运动员们届时将从这个地方依次通过来接受媒体记者的一个采访 大家看一下这个距离应该是两米以上 也确保了媒体记者和运动员之间没有近距离的接触 在U型场地的石边上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安装防护栏 在赛场周边电力保障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现场电视转播屏幕 电子计时计分系统 混合采访区等 都离不开电力部门的强力保证 U10的场地基本上已经完工了 它的整个的场地 槽币 现在按照国际的标准 赛前的标准已经达到了比赛要求了 站到这里才能够充分感受到U型场地的雄伟 我看到在这个U型场地的起点处 也是特意摆放了一个奥林匹克五环的标志 预议着运动员们在奥林匹克五环精神的感召下 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去尽情地展示自己 总台记者张家口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北京的延庆赛区 昨天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完成了赛道造雪 压雪塑形 安全防护 赛道冰状雪制作等工作 造雪面积约80万平米 造雪量大约为120万立方米 从去年的11月15号启动造雪以来 整个造雪工作已经持续了70多天 由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山地运行团队的 200多名中外籍员工共同完成 将会交付场馆竞赛团队 那么说到中外合作的团队 今天我们要给您介绍一位法国人 他名叫罗曼 他是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一名国际制兵师 为了创造出一条最平整的赛道 保障运动员们在场上风驰电掣 他每天都要在兵面上修修补补 罗曼说能够为北京冬奥会出力 他感到很骄傲 中午12点半 法国制兵师罗曼 此时正在雪油龙蜿蜒的赛道上 工作得十分起劲 只见他不停地挥动手里的刮兵器 利用不同角度 不同技法 有规律 有节奏地修整着冰面 赛道上一些不容易看见的冰茶和小古包 很快就被他手中的神器处理得一干二净 这些工具我们使用最多的工具 我们可以做到最多的工具 但这些工具很难使用 这些工具很具体的工作 你必须健康和强健康 因为你必须抑制很多 你会看到这些工具不太大 你会看到这些工具有多长的工具 治兵师罗曼先生 现在给我展示了他使用的工具 我们看上面 实际上这一层 他刚才提醒我一定要千万小心 因为这块实际上是磨得非常光亮的刃 他要用这个去清扫冰面 然后这个工具我们看上面是活动的 这样就意味着 它可以根据冰面不同的这种角度 来进行移动 确保整个冰面 这一下刮下来 就可以把表面刮得非常的干净 符合它的需要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牛龙 共设16个弯道 角度各异 赛道全长1975米 长度世界第一 整条赛道的修兵工作 全靠制兵师的经验和手艺 作为冬奥会上分秒必争的竞速项目 雪车雪橇赛道实际为混凝土结构 底下预埋制冷管道 表面不断浇水成兵 然后由师傅不断修兵补兵清扫 这一切全靠人工完成 尽管赛道不同位置 比如出发区和结束区 对冰面厚度要求各异 但整体要确保光滑平整 冰层的厚度为3到5厘米 可以说 制兵师从事的既是一件力气活 同时又是一件手艺活 精细活 任何细微的差异 都可能影响比赛的运行 温重问题 出于气温变化使用损耗等多方面原因 赛道冰面无时不刻不再发生着改变 有些部位结冰结霜 有些部位出现冰茶凸起甚至鼓包 还有些部位出现裂缝破损或者孔洞 致兵师需要将这些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为选手们创造最佳比赛条件 罗曼师傅从都陵冬奥会开始 先后在索契平昌以及北京四届冬奥会上服务 积累了丰富的修冰经验 刚才他用刮冰器刮掉的冰雪 现在兑上水搅拌均匀 就成了冰水混合物 可以继续涂抹在冰墙上使用 不会浪费 每天我们需要新鲜浓 让它很轻松 切碎 因为如果没有碎 如果只有一条线 就完美了 在刮冰和找齐工作全部结束以后 罗曼开始浇水 等待观察刚刚处理过的冰面 会有怎样的变化 会有怎样的变化 最近三年罗曼每年都会来中国 为北京冬奥会维护赛道 这让他的心中充满自豪 毫无疑问 制兵师的工作是寒冷而辛苦的 但妻子和家人都很支持他 目前雪游龙赛道上 共有16位外籍制兵师 和20位国内制兵师 大家平时一起工作 罗曼亲自交出了好几位中国徒弟 他也很想带一带我们的记者 刚才我是体验了一下赛道的修兵的工作 发现的确是隔行如隔山 不光他有很高的这种技巧和要领 而且每一产下去 我觉得都非常的耗费体力 罗曼师傅告诉我 这条赛道他有时候要工作两到三个小时 那是最短的情况 而长的时候要工作12个小时 可想而知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整条赛道全长1900余米 实际上正是需要每一位制兵师 一敲一铲这样不断地把它修补 才能保障赛事顺利的运行 总台记者杨岭言庆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运动员的备战 北京冬奥会的冰球比赛 将于2月3号到20号进行 中国男子冰球队将是第一次登上奥运会的舞台 昨天中国男子冰球队进行了赛前适应场地训练 这支国家队一共由25名队员组成 队长是将近37岁的老将叶晋光 另外袁俊杰 服将 服帅等人 也均出现在国家队的名单中 队员们训练课状态都很不错 队伍先后针对守门员 以及球队的进攻配合要进行的演练 对于中国男兵来说 北京冬奥会将是他们的首次奥运之旅 中国队与实力强劲的美国队 加拿大队 以及德国队共同分在了A组 这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次很棒的锻炼机会 与高手同场竞技会获益良多 而除了中国男子冰球队之外 昨天中国女子冰球国家队 也在五科松体育馆进行了适应性的训练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这支23人的队伍当中 有19人都来自同一家深圳的俱乐部 而其中有16人都是来自我国南方的广东省 这支南方球员占到多数的队伍 曾经多次征战世界顶级联赛 为中国拿到了第一个职业冰球联赛的冠军 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28号上午 中国女子冰球国家队 已经在北京冬奥会女子冰球的主要比赛场地 五科松体育馆 开始了首场适应性热身训练 他们当中有19人 目前效力于深圳一兵球俱乐部 其中16人由广东省选送 非常兴奋入选国家队在北京参加冬奥会 也是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在2017年 国家女子冰球队就落户深圳 2021年 深圳龙港国家冰球项目训练基地正式落地 一流的训练设施和后勤保障 过去几年上百场国际职业联赛的历练 为中国女兵积累了无穷力量 作为国家队的主力 后卫刘志欣 曾代表俱乐部参加加拿大女子冰球联赛 和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 出场超过100场 首门员周家英则参加59场联赛 他们和队友们奋力拼搏 成为第一支夺取2019-2020赛季 俄罗斯女子冰球联赛冠军的中国球队 近几年一直参加职业联赛 无论是对冰球的理解和认识 还是对职业联赛的态度和精神 对运动员和冰球发展 都有了很大的收获 现在深圳已经有更多人 开始接近冰球 爱上冰球 俱乐部组建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冰球队 每年各种各样的青少年联赛 都在为冰球运动培养选拔人才 即将举办的北京冬奥会 女子冰球项目共有十支参赛队伍 中国队与日本 捷克 瑞典 丹麦分在B组 经过单循环较量之后 B组前三名球队将与A组的加拿大 美国 芬兰 俄罗斯和瑞士 共五支球队进行四分之一决赛 胜者闯入四强 随后进行半决赛和决赛 我相信在二一会 我们会让世界看到 中国女子冰球非常的强壮 冬奥会即将开赛 预祝运动员们取得优异的成绩 不辜负自己的坚持和努力 在激烈的比赛现场 运动员的身后 往往会有一群摄影记者 来捕捉到一个个精彩的瞬间 那在什么样的地方 能够拍到好照片 如何在第一时间 把照片发出去呢 在摄影记者的身后 其实还有一个场馆运行团队 来提供服务保障 今天我们就去认识一名 有着多届奥运经历的摄影记者 而这一次他转变身份 成为了在首都体育馆 服务摄影记者的人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在即 作为首都体育馆 摄影运行团队的中方经理 王莉莉格外忙碌 结束了一上午的会议 他和同事开始梳理相关的防疫方案 团队里一名外方经理 已经进入闭款工作 吃过午饭 王莉莉又赶紧和这位外方经理 进行视频通话 更新方案的最新进展 我是9月份入住的首都体育馆 主要做的是服务所有的 注册的摄影记者 然后为他们提供摄影运行的 一些保证吧 包括网络传输 包括摄影位置 等等各个方面 结合首都体育馆的特点 和现在的现状 来进行细微的调整 争取满足摄影记者的需求 来到首都体育馆工作前 王莉莉刚刚结束 在东京奥运会的拍摄工作 作为一名体育摄影记者 从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 到如今即将开幕的 北京冬奥会 从业17年间 王莉莉与奥运 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夏奥运会比较多 北京 伦敦 礼约 东京 08年奥运会 我是摄影报道团队的 挑片编辑 就是海量的照片入库 12年的话 伦敦奥运会 已经开始田径的一个拍摄了 冬奥会我就参加了索契 黄运滑冰 短道速滑 速度滑冰 越野滑雪 冰球 我都拍过 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前半场我拍了公路自行车 拍了四天的体操 半天的游泳 后面就是全部都是田径了 虽然有着丰富的奥运经历 但与北京冬奥会结缘 让王莉莉印象深刻 2015年 她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现场见证了 北京成功申办冬奥的历史瞬间 来到北京冬奥组委 王莉莉一改多年的摄影记者身份 转行成为服务摄影记者的人 从台前到幕后 迎接新的挑战 能做一些 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感觉在一点点地玩积木 然后慢慢地 就好像能搭出来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成品出来 最终就是能展现给大家 因为有着多年的赛事拍摄经验 王莉莉最能体会摄影记者的需求 可能原来有的场所 有的那个赛事的橱柜 可能有点小 放不下这个箱子 但是我们这次提前就已经考虑到了 就选用的橱柜 都是能让记者把自己所有设备放进去 因为这些就只有做记者 他有拍摄 或者他过去有精力 然后他就能告诉所有的运行的人 最重要的是都能拍到他们自己满意的照片 我希望他们给我的答复 就是莉莉也干得不错 对于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 王莉莉表达了自己的憧憬与祝福 更高 更快 更强 更团结 其实这四个词总结得真的是很到位 然后每一个人都能在冬奥会里 收获自己的精神财富吧 希望就像王莉莉说的 不论是用怎样的方式参与奥运 每个人都能在冬奥里 收获自己的精神财富 前两天国际奥委会发布了 北京冬奥会的宣传片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是体育精神将所有人连接在一起 共情同在 面对每一次腾飞 每一次跌落 每一次胜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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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21年的12月31号正式对外开放开始 每天都有很多的游客来到这里 其中最受游客欢迎的就是雪上飞碟项目了 乘坐这种宽大的雪圈 从高近10米70米长的雪道呼啸而下 不仅孩子们是乐此不疲 很多家长也是按耐不住加入其中 一起来感受冰雪的乐趣 在这个雪场上还设置了像雪地优波球 雪地摩托车以及雪地小坦克等多种项目 其中像雪地优波球就是很多小孩子的最爱 因为他们可以在里边来回的翻滚打滚 玩不一会满头大汗 其实也是一种运动 家长朋友则可以骑上雪地的摩托车 在雪地里去追逐驰骋 体验雪地上的速度与激情 当然如果您的孩子比较小的话 雪地小坦克的项目可能就比较适合您了 您可以带着你们家的小不点 一块在这个小坦克上 在慢节奏里去感受这种雪地的亲子时光 在整个雪场里边 让人让小朋友们还非常喜欢的 还有一个叫雪地迷宫 在这高低起伏的雪山里 这些小朋友可以在里边捉迷藏 也可以三三两两的合作来搭一个雪的城堡 或者是用一些工具 堆出自己想要的雪的造型 在这个雪场里我们还注意到 这些大人们也是和孩子们一块 堆了一些雪人 你看在我旁边就有一些非常喜庆的这些雪人 不少雪人头上还贴了王字 明年就是虎年 那这些雪人来到这里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孩子和家长 在这里跟他们拍照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实际上是御渊潭公园里的这个因缘的雪场 而在御渊潭南门以外的八一湖上则是另外一番场景 那现在啊整个八一湖早已经结冰了 成了一个天然的巨大的冰场 那很多的冰雪爱好者呢都汇聚到了这里 其中大部分都是孩子 那这个大的场地呢被不同的这个爱好者们啊 划分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的训练场 你看人比较多的基本上就是在练滑冰 有这个盘山学部的初学者啊 也有一些可以在冰上驰骋的这些老手 那同时呢也有一些热心的市民 会给这些孩子们来传授一下经验 那此外在雪场我也注意到在一些角落里呢 还有些孩子啊请了专业的老师 在那里苦练花样滑冰的动作 那最让我意外的是在这个冰场里 还有一支青少年的冰球队 他们在这个冰上啊穿着专业的设备 在这里进行训练和比赛 通过他们的装备你就能知道 这些孩子已经不是刚刚接触冰雪了 而且可以说是冰雪运动的深度的爱好者 那家长告诉我啊 这个八一湖的冰场每年一旦结冰之后啊 就有很多的孩子来到这里 而且随着东央的临近 来这里训练玩乐的孩子也是越来越多 相信啊预言坛也成为这些孩子 人生中与冰雪结缘的见证者 那到最后该揭晓谜底了 那今天我们的冰雪动车来到这里 预言坛给大家准备的惊喜是什么呢 您看在身后的这一支支一丛丛的 就是正在绽放的樱花 冬天的樱花您看过吗 这些啊可是公园通过人工促花技术 精心培育的早樱品种 它们呢要比正常的花期啊 提前了一个半月左右开放 那其中还有多个的品种 比如说有一个像吊钟一样的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樱花品种 被称为福建山樱 那在直播的最后呢 我们也借这些正在绽放的樱花 祝愿所有来北京参与冬奥的健儿们 能够英姿勃发 赛出佳季 也借这些花儿住荧幕前的您 在虎年里能够生活像花儿一样 幸福安康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把时间交给演博士黄峰 好的感谢腾飞给我们带来的英姿勃发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京冬奥村 在这里设立有一个中医体验馆 为参加冬奥的外国运动员们 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的窗口 目前冬奥村已经进入到赛时闭环管理 今天我们就跟着闭环内的大学生志愿者 来打卡这个冬奥村当中的中医药馆 哈喽大家好 我叫杜依迪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 现在是大四的一名学生了 很有幸能够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了 我是从今年1月23号 之后已经上岗了 我服务的岗位呢 是北京村十秒中医药体验馆 现在呢我们就是在 往十秒中医药体验馆出发的路上了 十秒中医药体验馆呢 是一个包含了非常多非常多黑客气的地方 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 在冬奥会的舞台上 这么集中的展示中医药文化 还是头一次 让我们期待一下吧 一进入这个馆 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石 还有TCM三个字母 这个就是中医药的英文缩写 十秒中医药体验馆 为什么要叫石呢 这个创意就是我们想要从中医药知识 到养生知识 再到具体的体验互动 所有的视频活动 都只有十秒钟 这个屏幕厉害了 以前我们所见到的金螺都是2D平面的一张图 但是这里呢我们第一次用3D的一个模型 把我们的金螺给立体地展示了出来 滑毁屏啊 顾名思义它肯定是可以滑动的 现在让我来给大家操作一下 看到我的头了吗 我出来了 被拍到了 感觉好神奇 我之后要把这张图帮给我妈妈看 说到中国功夫 不少外国运动员都很有兴趣 在我们十秒中医药体验馆 运动员不仅可以来学功夫 还能了解功夫背后的养生技巧 这就是功夫打卡武器系的沉浸式体验区 它利用了8K 5G AI等技术 体验者的动作可以被实时捕捉和分析 哇 96.3 我是不是超厉害 了解了这些功夫养生的互动体验 最后我们也为各国运动员 准备了和我们中医药相关的礼物 而且都是盲盒 这也是运动员们最爱打卡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刮沙板 它这个形状 是我们这个十秒 也是有一起同工之妙 这个就是超级神奇的金螺袜 看一个大脚 如果我们胃疼 我们就可以摁这里 把这个袜子穿在脚上摁一摁 感觉应该会很酸酸 这里不非常开的小老虎 今天是虎面 我们一定要虎虎生味 这里是北京冲澳村的十秒中医药体验馆 我们准备好了 欢迎运动员来打卡 欢迎 北京冲澳会的开幕时间恰逢中国的新年 春节即将到来 多国人士持续送上美好祝愿 并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 我们不可感谢 我们感谢 兄弟兄姊姊 对他们的冬夜 与新春祝福 他们将将来 勇结束 他们育息 是非常有效果 就有很多 这个活动 Hi nī hòu llaoh lópezis bolzin y jalawa weren les deseo muchos buenos éxitos en los juegos de invierno del 2022 pei jing chao so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trinidad and tobago i wis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very happy new year i also extend best wishes for a successful winter olympics in beijing 另外 总台驻俄罗斯圣彼得堡记者站 联合圣彼得堡登地媒体 以及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 共同录制了俄罗斯体育界人士 送祝福的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一起 tam处 和冠军的未来 谢谢你们 与你 luck 我的名字 我是奥巴绽 Tayyip 我和冠军的军约 申请赞表演比基金 亦队 互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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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不太好有问题 一tle的练习겠心 可以上班吉他 并为�ες 在近年南英國的國安琪比尼晉和校果 也希望能ć試受到颱itte选中 因為 Barbie nie有 asking мо欣賞I senior year Jeg希望 rêver übers打ke 並在我裡面 是一程合程並ась beraber期間 以上是 weight 我是 Justtry Kon croci 我认识,我认识这些检验是《合适的未来》 所以我们一起做这些检验 希望您能够成为自己和自己的兴趣 我Kuzmin Alexander,订阅区的检验 希望我们的检验的检验 我们的检验在自己的检验 《合适的未来》 我认识的检验 我认识的检验 《合适的检验,合适的未来》 我认识,扶持人们的检验 为联验的检验 我认识,所有社会 是的你已到达检验 你都能够了 所以我认识,只有获得 我认识,希望福尔绮获得 和福尔帝 成为获得 祝福尔帝 幸福尔帝 感谢观看